丈夫假装生意失败要离婚 妻子却不离福气 这是我的家 我一定要和你一起扛过去 本想快速离婚 独把家产 没想到妻子坚决不离婚 丈夫该怎么办 我去借酒盖脸直言道 你在外面有男人了 你是不是想离婚 分我的财产呢 丈夫转移资产的秘密 最终被妻子发现 妻子会作何反应 多一丈夫闹离婚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4年的一天 陈天俊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这个来电打乱了他的幸福生活 这一天的上午 他走进了办公室 这时候啊 手机铃声响了 上面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号码 陈天俊接听以后 礼貌的问是哪位 电话那一端是位女士 他问明接电话的人就是陈天俊以后啊 就哭着说 咱们互不认识 你能不能管一管你老婆 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挂了电话 陈天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过错 如果马平承认了自己出轨的事实 或者提出离婚的话 那么陈天俊辛辛苦苦 挣下的几千万元财产就得和马平平分 陈天俊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啊 他在办公室想了很多 回到家的时候啊 天已经很晚了 陈天俊神态正常的回到了家中 他发现妻子马平啊 正在看手机 他的笔记本电脑啊 也开着急 陈天俊呢 马上就联想到 最近这一年来 妻子马平的行为 确实有反常之处 一个是他天天拿着手机不离手 第二个是每天晚上 休息的时候 他都会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进卧室 陈天俊呢 曾经给他开玩笑说 你这不上班的 比我这上班的还忙啊 妻子回答说啊 我在家闲得无聊啊 我看微信 玩电脑好打发时间 陈天俊装着 漫不经心的对妻子说 我记得前两天 你说笔记本电脑上网 网速慢 我已经给公司里管电脑的技术员说了 明天呢 我带到公司去 让他帮你看看怎么回事 他万万没有想到 妻子竟然拒绝了他维修电脑的要求 陈天俊呢 心里感到非常郁闷 那么当天晚上 陈天俊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根本没有睡着觉 他心里一直在想 妻子肯定是有了外遇 因为他不让他去维修电脑嘛 这个目的肯定是为了掩盖 他和情人之间的秘密 第二天上班以后啊 陈天俊的脾气非常坏 他多年努力打拼 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现在自己什么都不缺了 家人的愿望也都可以满足了 没有想到 温柔田静的妻子竟然出轨了 而且是对方的妻子向他告了状 可是现在呢 陈天俊手上又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向妻子摊牌 陈天俊呢 就觉得自己啊 被蒙在了鼓里 拖延下去 他很可能被妻子和他的男人算计 一想到这儿 陈天俊既愤怒又纠结 自己拼命正下的财产 难道要由别的男人来享受吗 他绝不能容忍妻子出轨 更不能容忍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 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个 保住家庭财产的计划 晚上下班回到家中 陈天俊呢 高兴的告诉妻子马平 公司接到了一个工程 造价啊 非常可观 他呢 从现在开始 估计要出差一段时间 马平停了以后啊 也很高兴 并且嘱咐他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 陈天俊呢 这个时候就觉得妻子 在装模作样的关心他 心中对他的虚伪表现呢 感到非常的愤怒 陈天俊从第二天开始 按照自己的计划 他要行事了 他以出差为名 住在了外边 一个月左右回一次家 一开始的时候啊 马平还天天给他打电话 关心他 告诉他 虽然生意做大了 但是也要注意身体 但是时间一长 马平啊 和他联系的频率就降低了 陈天俊呢 心里就想 妻子果然在外面有人了 自己出差的时间一长 他就露了马脚 实际上 他认为妻子给他打电话 也不过是在探听他的行踪 好安排 他和他男人 优惠的时间 就在陈天俊对妻子的出轨耿耿于怀的时候 那个状告妻子出轨的女人又打来电话 说自己的丈夫和陈天俊的妻子又在频繁约会 这个时候的陈天俊认为 妻子出轨的证据已经十分充足 只要继续按计划行事 一定能逼妻子离婚 让妻子净身出户 那陈天俊的计划能成功吗 他就拖着行李箱回到了家中 妻子马平开门一看 陈天俊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家中 急忙把他接到了屋里问 你怎么了 陈天俊坐在沙发上低着头 他眼圈通空 声音嘶哑 他说什么 他说我遇到了骗子 公司几百万元的工程保证金被骗走了 现在我为了这个工程签订的分包合同 和购买原材料合同的其他业主 也开始来找我要账了 马平听了以后 他的心里也非常难过 看到丈夫陈天俊悲观失望 他就安慰他道 说你可以向公安局报案抓骗子 公司的外签账 你也不用急 咱们好好干 慢慢来清偿这些债务 相信困难总会过去 陈天俊摇着头说 骗子已经拿钱跑出国了 现在报警也没有用 现在要账的这帮人 天天在我公司上门追讨 我在外面可以说都顶不住了 我才回到了家中 很快 妻子马平就发现 陈天俊所表述的经营困局 影响到了他的家庭 开始有人上他们家来 讨债了 马平因为他没有上班 没有能力还债 只好好员 劝慰这些债权人 但是讨债人 他们是不依不饶 不但天天上门来 而且还打电话骚扰他 并且在门口破油气 把他们家里的大门的锁心 用石子 泥土 把它堵上 更过分的还有一次 他们半夜拿石头砸 马平家中的玻璃 这个时候啊 陈天俊才发现自己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就是编造生意亏损 已经影响到了妻子的婚外情 他发现马平不再每天抱着手机 发信息 也不再看电脑了 白天呢 也不去那个棋牌市去打麻将了 他更多的时间是留在了家庭 而且更多的时间是和亲人们在一起交流 但是 面对妻子的这些转变 陈天俊并不打算言谅他 他决定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和他离婚 丈夫假装生意失败要离婚 妻子却不离不弃 这是我的家 我一定要和你一起扛过去 很想快速离婚 独把家产 没想到妻子坚决不离婚 丈夫该怎么办 你在外面有男人了 你是不是想离婚分我的财产呢 丈夫转移资产的秘密 最终被妻子发现 妻子会作何反应 多一丈夫闹离婚正在播出 一天晚上 陈天俊回家以后啊 装模作样的和妻子马平 讨论了一下这一段时间 公司和家中遇到的困难 然后啊 他诚恳的对马平说 说马平啊 咱们离婚吧 现在欠的这些债 我一个人承担 绝不连累你和孩子 马平听了以后啊 他非常难过 他对陈天俊说 咱们以前的日子 确实过得挺好 这都是你啊 多年努力奋斗挣来的 现在虽然出现了困难 但是不愿意 因为你也是为了家里好 你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才上当受骗 咱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可以一开始 跟着你共同创业 那么现在你面临困难了 我能和你离婚吗 如果那样的话 我还算是个人吗 不但对不起你和女儿 也对不起我自己 妻子虽然做了这样的表态 但是陈天俊 双手一摊表示道 我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 你再跟着我今后 你只有受苦受累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过了 创业的年龄 以后事业再翻身的 希望也不大了 你何必吊死在我这棵 歪脖子树上呢 妻子马平听了以后 流出了眼泪 她对陈天俊说 天俊 这是我的家 我不会做事不管的 我一定要和你一起扛过去 这些年来 你给我的钱 大部分我还都攒着 大概有一百多万元 现在我这些私房钱 你拿去用于公司的经营 同时他还建议说 咱们可以把现在住的大房子 把它挂牌卖掉 咱们再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只要够咱们一家三口住就行了 多余下来的钱 你也可以用于公司的经营 丈夫陈天俊和妻子马平 讨论生意失败的目的 是希望妻子对自己绝望 然后他们的夫妻离婚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马平不仅不愿意和他离婚 还要拿出私房钱来帮他渡过难关 面对真诚付出的妻子 多余的丈夫还会继续欺骗他吗 在这种情况下 陈天俊就不好意思再张口坚持离婚了 陈天俊的公司资产 已经按照他的计划转移了 但是他现在却没有借口 骗妻子马平离婚了 也就是说陈天俊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他现在实行不下去了 可是他又认为马平在外面有了男人 所以他心中又郁闷和愤怒 于是啊 陈天俊呢 就开始沉溺于自己啊 失忆者这样一个角色当中 常常一个人在家喝闷酒 喝多了以后就责骂妻子马平 马平不知道内情啊 他以为丈夫经营失败心情不好 所以对于他的责骂从不计较 一天晚上 陈天俊又喝多了 马平啊急忙给他泡茶解酒 马平越关心陈天俊 陈天俊呢就越觉得他虚伪 所以陈天俊一气之下就把茶杯啊 从茶几上推到了地上 马平就觉得啊 你陈天俊最近就脾气大的有点不可思议 你说你在单位对员工发发脾气就算了 现在回到家中对自己也像凶神恶煞一般 他的心里啊不免有些生气 马平就对他说 天俊啊 你心里不好受 我能理解 但是你也不至于整天回来拿老婆孩子撒气吧 陈天俊呢 用手指着他骂道 就是你毁了这个家 马平啊顿时呆住了 陈天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陈天俊呢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戒酒盖脸直言道 你在外面有男人了 人家老婆已经几次向我告状 你是不是想离婚分我的财产呢 就是你亲手毁了这个家 马平这才明白 丈夫陈天俊为什么不停的折磨自己 原来不单纯是公司经营被骗 他还怀疑自己有了外遇 马平啊就哭着对陈天俊说 你为什么污蔑我背叛了你和家庭 今天啊你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 陈天俊本来就是一个小心眼 他常常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 而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似乎都对不起他 所以遇到了别人告妻子马平有外遇的这样的事情以后啊 他就更不能忍受了 他就把那个不知姓名的告状女人所说的话 和自己发现他不正常的表现都向马平说了 并且逼问马平你是不是有了外遇 马平听了以后啊哭笑不得的告诉他 为了打发时间 他白天几乎上午都去社区那个棋牌室打麻将 牌友也确实有男人 但是大家都是正常的交往 有时候谁赢的钱多了 中午呢还会请客吃饭 陈天俊呢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棋牌室去问一问老板 你妻子马平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马平还解释说 他看微信和看电脑都是为了消遣 说着呀 他把自己的手机和电脑就放在了陈天俊的面前 说不信你自己检查 面对妻子马平的坦然 陈天俊呢还是不相信 这无风不起浪 如果你没有问题 人家就不会上门告状 现在既然妻子马平让自己检查他的手机和电脑 陈天俊也毫不客气 他就趁着酒性 把马平的手机和电脑啊都检查了一遍 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一条有问题的微信 或者是一封邮件 他就认为马平早已经做好了掩盖事实真相的准备 于是啊 他就对马平说 那些不正常的微信你肯定已经删除了 马平啊 就感到陈天俊你太不可理喻了 他起身以后对陈天俊说 今天你酒喝多了 等明天酒醒了以后 咱们好好谈一谈 说完以后啊 马平就生气的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妻子马平回到娘家后 开始回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 平常丈夫的公司出现任何问题 丈夫都会第一时间和自己讲 可这次丈夫却不告诉自己 还说自己在外面有男人了 亲手毁了这个家 妻子不明白了 丈夫这葫芦里到底在卖着什么药呢 马平一想 离婚 分财产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陈天俊说自己毁了这个家 那意思是说明他公司经营没有出现问题 肯定是怀疑自己出轨 恶意转移了公司的财产 马平又联想到 丈夫陈天俊呢 称经营受骗 债权人 上门追好 这一系列的事情啊 发生的都很迅速 不像一般的 那个事情从有了端倪 到最后爆发又有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怀疑肯定是陈天俊转移了财产而射得近 这是他一个阴谋 妻子调查丈夫的公司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 丈夫的精灵并没有出现问题 他在马平面前装出公司破产的样子 得知夫妻共同财产已经被转移 妻子会怎么办 你就应该分给我应该得到的夫妻财产 丈夫已经把财产转移 妻子能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吗 多一丈夫闹离婚 正在 马平越想越觉得丈夫陈天俊 玩弄阴谋诡计 在逼自己离婚 他决定要把这背后的真相查清楚 第二天 马平就开始紧锣密鼓的 对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进行调查 他发现公司啊 已经准备注销 而且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 马平又找到了自己认识的公司客户 结果这些客户都表示 和他丈夫合作一直很顺利 没有听说他揽了什么大工程 也没有发现他经营中出现了什么困难 不过呢 陈天俊也确实说过 他准备再注册一个公司 以便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 马平通过调查发现 丈夫的经营并没有出现问题 他在马平面前装出公司破产的样子 目的只有一个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马平调查清楚以后啊 就给陈天俊打电话 说我已经想好了 要回家和你谈一谈 马平已经掌握了丈夫 不恶意转移家庭共同财产欺骗自己的信息 那马平为何还要约丈夫陈天俊见面 那他们的这次见面 结果又会深算 没有想到陈天俊呢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还是怀疑他有外遇 就对马平说什么呢 目前看咱们还是分开的好 马平啊就叹了一口气 说天俊 你既然一定要离婚 那我只有一个条件 陈天俊呢 就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为什么呀 因为他告诉他 公司已经破产了 家没钱了 他还要提条件呢 就问他你有什么条件呢 马平就说 我要50%的夫妻共同财产 剩下的财产你还可以继续经营 陈天俊就提醒到 马平啊 公司已经破产了 现在所有的钱都被别人骗走了 马平听了以后冷笑道 这几天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自导自演了公司被骗倒闭的戏 把公司的财产全部都转移了 现在你既然提出离婚 你就应该封给我应该得到的夫妻财产 否则的话 你恶意侵占夫妻共同财产 陈天俊呢 万万没有想到 马平把他转移财产的事情给查清了 现在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真正被触动了 平心而论 他虽然心胸狭窄 但是妻子马平一直没有计较 这他心里是知道的 当他导演了转移财产 成了穷光蛋这部闹剧以后 妻子也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离他而去 而是拿出私房钱要帮他还债 还要跟他同舟共计 这个时候 他才觉得自己怀疑妻子马平不忠诚 可能是错了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当着妻子马平的面 承认错误否认自己转移家庭共同财产 结果马平一看 他不认错呀 马平气得再次离家而去 在妻子马平再次离家而去这一段时间里 陈田俊到社区的棋牌室了解了一些情况 结果呀两三个女排友都跟陈田俊说 有个男排友的老婆特别好吃醋 他们都被这个男人的老婆在背后告了黑状 劝陈田俊你不要冤枉马平 马平天天在这打麻将 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问题 陈田俊呢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了 丈夫的欺骗和固执让妻子马平觉得心里很委屈 自己多年的人让换来的却是欺骗 于是马平一指诉状将丈夫起诉到法院 要求与丈夫陈田俊离婚 并且平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那丈夫陈田俊已经把财产转移走了 妻子马平还能得到他的那一部分财产吗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 发现他们夫妻的感情虽然发生了纠纷 但是两个人婚前感情基础很好啊 而且在发生纠纷之前 他们也一直都很好 这次发生纠纷以后 曾经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做过努力 要和好 那么现在原告马平虽然主张离婚 但是被告不同意离婚 所以他们夫妻的感情 按照法律的规定 并未完全破裂 法官就决定给原被告双方做调节工作 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原告马平就表示了 这次不离婚也可以 但是我已经不再相信被告陈田俊了 我要求对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马平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案件要讲的法律点 夫妻婚内共同财产的分割 我们来看一下 婚内共同财产分割 那顾名思义就是指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 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一种制度 它是指在绕过婚姻关系的问题 直接解决双方的财产纠纷 也就是说保护夫妻关系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 对夫妻共同财产所拥有的合法权益 这个大家可能平时都知道 那夫妻在一块过日的财产应该是混同的 但是现在在某种情况下 这个财产可以进行分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 婚姻关系纯续期间 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有下列重大理由 且不损害在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 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 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 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 一方附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 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而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那么我们回到本案 陈连聚马平他们夫妻 这个状况就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为什么 在婚姻存续期间 丈夫陈天俊把共同财产给引力了 因此 考虑到丈夫陈天俊这样一个 违反夫妻共同财产 共同管理经营原则的这样一个行为 经过做思想工作 陈天俊同意将家庭财产 分给妻子一半 因为他要挽留这个婚姻 所以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 他们夫妻双方签订了一个和解协议 马平奈也将离婚案 从法院撤了诉 观众朋友 陈天俊仅因为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 不查明事实真相 就私自转移了财产 事实证明他冤枉了妻子 不但影响了夫妻感情 还导致婚内分割了共同财产 他们两个人今后的夫妻关系怎么样 也非常令人担忧 由此可见 夫妻之间只有彼此坦诚 才是最好的相处之道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她嫁了一个堪称完美的丈夫 却结婚不到三年离了婚 化验单显示江大伟换人不欲证 离婚之后怀了男友的孩子 男友却怀疑他与前夫藕断丝连 你仔细想清楚 是跟我还是跟他 既然已经离婚 他为何还和前夫有瓜葛 离婚才知他的好 明日播出